HELLO 各位 我是保罗 今天是4月11號 星期六 早上快七點半吧 留意月還是很冷 那先來講一下為什麼我又出門 我上一次去超市的時候是3月30號 買了差不多半個月的食物 到三個禮拜 那我已經待在家裡 已經12天了 但是食物吃完之前呢 就回去超市 再買差不多半個月到三個禮拜的食物 撐到4月底吧 看看紐約的情況會怎麼樣 那今天會在外面久一點 所以在空廊的時間的時候就可以來拍一下 說一下紐約市疫情的新聞 更新一下 我在這個影片想要分享的新聞是 只有有關紐約市比較本土的新聞 所以不是要講川普或WHO又說了什麼幹話 但是提到幹話 今天4月11號 明天就是復活節 紐約疫情還是這麼的嚴重 怎麼可能大家會像川普說的 回去工作 根本不可能 那麼第一個新聞我想要分享的 就是紐約市的衛生署 他們有統計說這次的感染到底是哪一個種族的人 數字比較高 統計下來呢 第一名是墨西哥人 第二名是黑人 第三名白人 最後一名是亞洲人 數字最低 我真的不太確定為什麼他們數字會這麼高 但是很明顯的亞洲人數字是最低的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疫情就是要實際去面對它 戴好口罩 消毒 洗手 然後要隔離 但是我覺得可能美國人跟墨西哥人 他們就沒有看得那麼嚴重 才會感染的數字這麼高 再加上他們又有排華的這種心態 真的搞不懂 又想要歧視亞洲人 但是卻又不做好疫情的這些處理的工作 我真的不懂他們到底在想什麼 那麼我現在要準備開車 我在車上再說 第二個紐約市的疫情新聞 OK 那我第二個想要分享的新聞呢 也比較符合現在說 因為我在開車 因為紐約現在是鎖成的狀態 大家都在家裡 所以呢 相對的路上的車就少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紐約市呢 非常容易發現有超速的情況 所以路上沒有車 超速的人就增加非常非常的多 紐約的超速相機在這幾個禮拜 開了很多罰單 所以我覺得這個新聞呢 就是可以讓大家知道紐約市現在的情況 我覺得尤其是在晚上的時候吧 有些人沒事就開他們的跑車出去 就趁這個機會超速 我自己覺得不是很驚訝 反正我晚上也沒有在開車 這下超市早上8點開門 現在是7點56分 居然已經有人在排隊了 現在要去停 然後等一下繼續講紐約疫情的新聞 我有兩個新聞想要跟大家分享 這些新聞你們聽完了之後 就會瞭解紐約市是一個什麼樣的城市 然後現在疫情的情況是怎樣 第一個新聞呢 就是因為現在紐約市鎖成的狀態 那你會覺得說老公老婆 男女朋友在家裡 就是過著很愉快的家庭式的生活 但是其實在紐約不是 因為新聞有報導說紐約市的家暴專線 在疫情爆發之後呢 打進去的數量提高了 所以從這個新聞來看 你就會知道說 其實大家覺得好像 鎖成之後呢 去跟你的另外一半相處 但是在紐約卻是相反 那麼還有一個新聞呢 就是紐約市現在死亡的數字也非常的高 現在紐約市的殯儀館已經沒有辦法 附和這些死亡的數字了 所以不只是醫生跟護士 他們是站在第一陣線沒有錯 但是在這些殯儀館工作的人員 他們還是一樣也是很辛苦 要處理這些感染過後的病人 所以這一次紐約市真的沒有準備好 會發生這麼多變化 美國現在是全世界疫情感染數字最高的一個國家 然後在美國紐約州呢 也是最高的感染數字 甚至連紐約州的數字已經超越過 其他的歐洲國家 還有亞洲國家的感染數字 但是雖然說聽這些數字呢 不太了解現在紐約的情況 所以我才會想要分享這些紐約市的本地新聞 讓大家知道一些小細節上面 我們在這邊疫情的情況是怎樣 所以我在紐約市還是要等到月底 才會知道說會不會有其他的變化跟好轉 那麼我還是會收集這些紐約疫情的新聞 找個時間來分享給大家 我們就下一個影片見 太 даже回去看 剛才是 Scandinavian Text either 接觸發現 但是我們上次還要改生的 那麼你進去